南投以農立宪 南投的農特产品在全国数一数二 甚至以外销制对岸 也受到肯定与喜爱 今日特别于南投县政府举办活力旺 红楼果 荔枝 凤梨 展授出销活动记者会 展授重点是6至8月间生产的農产品 议员赖恩雪期盼乡亲能支持南投有良的農特产品 南投是好酸好水好空气好气的地方 所谓生产的農产品 也受到我们消费者的青菜 尤其6至8月是我们乃吉翁来 洪梁国大县的时候 这个时候来这里是最中时也最甜 我们也知道農威国本本顾邦林 農约是南投官最佳的秘密武器 我们看到我们管政府与农政团委 每一年都非常用心在行销 我们有我们的品牌 我们也需要有行销的观度 所以透过这个行销的观度 希望可以創作更多 更好的经济好业 长富于民 让我们农民能够大丰收 议员曾正言表示 优质的农产品除了在国内销售外 同时也销往国外 让世界各地都认识 南投优质的农产品 增加农民的收益 以促进产业经济发展 今天是我们的林农党 来扮我们做 将南投官的累积 红龙国和王来 把新销出来 让我们世界各国 让我们国际上 知道南投官的水果是如何 好 我们的林农党 南投官都会 把我们的水果都销 一会儿一会儿销 销在台上 这也说 做法到南投官 尤其是南投区 跟民间党 这些百姓的生活 改善真的多 议员洪明科呼吁所有喜爱 优质农特产品的民众们 一定要指定南投的红龙果 里芝凤梨 也盼经由民众的支持 促进南投农业发展 为辛苦农民 创造更高的收益 这百孔朗年 我们的农产品展售会 今天由南投官农会 来做主帖 跟我们十三行丁 行丁农会 一起来基盘 最重要 就是要来展售 南投官 给我们的农产品 来电视 大家都知道 现在夏天 我们的农产品 有我们的翁来 累积红龙国 这都是很优秀的 一个産品 一个水果 在这里阿甲也 让我们爱好水果的 我们会让他 指定南投的 翁来 南投的 红龙果 南投的 利芝 绝对 让你吃起来 让你甜 又爽快 让你活力旺 暑假也即将来临 南投有许多旅游胜地 并趁水果产季 欢迎全国乡亲 一起到南投旅游 此次展售会长达一个月的时间 欢迎爱好优质农产品的大家 相约来游玩 品尝南投又香又甜又好吃的各种水果 并选购南投各项生鲜及农特产品 明显王国恩南投采访报道